为了亲近当人爱情 台南市观光旅游教和中华台湾新住民关怀协会合作范例 新南向旅游德兰人员培训结尾 今年主持外来泰国印尼町新住民参加培训 结合他们既有的语言的优势 然后给予一些观光产业的一些实物面的一些 专业的课程的培训 希望这些人力未来可以在台南 可以成为我们台南观光的一个人力的资源 在维基6天的课程当中 整个观光队有最关地设 台南自由文化跟观光旅游 护照到游泳游游游游游游 希望校园可以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 为自己創作更多质头的机会 我们让这些训练的学员 未来能够有机会 帮助台南帮助他们的同胞 他们的父兄姐妹 能够在台湾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办这样的课程希望 透过这样的训练可以让更多 我们的新住民 还有我们这些来台湾读书的这些学生 甚至以后想留在台湾这些移工 他们可以多一次就业的选择的机会 那这不只可以帮助在这个工作上的提升 最重要是可以帮助我们台湾 跟这些国家的人民彼此的交流 我想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效益 当然是观光旅游举标识 这次总共办法30位 新兰向旅游都能人员结婚进宿 未来将会持续白分更多都能玩 让新住民有机会 跟各个国家录制作 并让他们了解台南 来台湾玩 然后在台南 特别是台南 就是很多地点可以玩 就是古迹啊 安平老街啊 然后也是很多小事 很好吃的 特别就是台南的瘦豆腐 跟台北就不一样 然后很多越南人来台湾玩 都喜欢和我们的台湾的 珍珠奶茶 每年准备迎来台南四巴掌 其父亚的持续提醒 德国无人优先在台湾部 让世界各国的路上 有更好的路由体验 感谢台南的美丽感激情 当然是明镜与财阳报道